Gamma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既熟悉又陌生 我们在图像编辑软件或者游戏等等地方都会接触到这个词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几乎所有数字图像的制作和显示都离不开Gamma校正参与 那么在数字图像领域特别是摄影摄像领域中 Gamma校正为何无助不在它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这期视频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欢迎收看这期黑道影机 我是卡尔 先让我们从Gamma校正的起源开始说起吧 大家还记得以前所谓的大屁股显示器和电视机吗 它就是CRT显示器 使用应急射线管来显示图像 这个技术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显示亮度随电压的变化并不是线性的 而是成密率响应 也就是说把线性的图像内容放入CRT显示设备中 画面就会看起来变暗很多 特别是画面暗部难以看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方法就是先把输入的图像信号进行处理 使其变量 这样就能抵消CRT显示器本身的亮度响应的缺陷 这个变化的过程基本都是在摄像机上完成的 原因就是相机的数量要远小于电视机 如果在每台CRT接收器上加上额外的处理功能 这将会更加费钱 说到亮度的信号计算 一定是有一个计算方式的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使用密率表达式 其中V是电压输出值 A是一个常数 V印是输入值 而它的指数用的是希腊字母 Gamma 当我们改变Gamma具体的数值的时候 也同时改变了对图像亮度的计算方式 所以我们也经常能听到Gamma加一个数值 来表达Gamma的大致使用标准 比如Gamma 2.2等等 对信息使用类似的这种函数计算 可以使画面亮度符合我们的希望 这个过程和方法 便是我们一般所说的Gamma校正 当输入值为0到1 A为1的时候 就构成了简单的乘方运算 我们可以用曲线图来更直观地表达 不同的Gamma值带来的影响 1为线性 也就是输入与输出是等同的 不做处理 大于1的时候 画面的中间调变暗 当小于1的时候 画面中间调变亮 很多朋友应该有熟悉的感觉了 因为很多调整图像亮度的工具 使用的就是类似这种算法 去改变图像的中间调 当然Gamma校正 实际所使用的函数 通常要复杂一些 并且也不是完全统一的 不同软件硬件都会有些许差异 在这里 我仅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明 就像上面提到的 CRT设备的电光转换函数 EOTF 大致呈密率响应 这种响应曲线 也可以看作这些设备的固有Gamma 虽然不同的CRT设备 有着不同的EOTF 但是综合来看 Gamma值大约都为2.5 这时候只要使用 倒数2.5分之1 作为Gamma值 去改变相机的信号 就能得到一个 亮度比例还原的图像 但最终 NTSC 也就是电视系统委员会 给出的标准 则是使用了Gamma 2.2 这是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考虑到电视 通常是在一个 比较昏暗的背景下观看的 这会导致人的主观感受 出现叫做对比效应 和Crispting的效应 为了解释这种错觉 我们就以图为例 这是一组由黑到白的方块 当背景为白色时 我们会感受到 左侧方块间的对比度更强 而当背景换成黑色时 情况则相反 我们会感觉 右侧方块的明暗跨度更大 现在 当我们把背景换成灰色 则可以感受到 方块之间的对比度 相对较为均匀 当然 因为每个人的视觉感受不同 使用的设备以及光线环境不同 具体观看感受会有差异 这个例子仅作为参考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 依然是将对比主体 放入黑白灰三种背景中 但这次我们仅对 两个方块之间的对比度 进行评价 大多数的人会倾向于 认为在灰色的背景中 两个方块的对比度更强 可以看出 明亮的背景会使主体显得更暗 反之 黑暗的背景会使主体 看起来更亮 当背景亮度近似于主体时 我们对主体的对比度的感知 将会增强 所以这解释了 在昏暗的背景下 看CRT屏幕 我们会感知对比度稍显不足 因此 在gamma 2.5的CRT上 使用较真不足的gamma 2.2 将会使得电视机画面的中间调 转变得稍暗一点 这反而会在时间中 有更好的观看体验 这样一来 我们在CRT上接收的最终亮度 大概在gamma 1.1到1.2 而不是完全的线性 至于gamma这个称呼 有一种说法是源自于胶片 胶片如记的感光曲线 在亮部和暗部是缓慢变化的 呈现S型 在中间大概形成一个 与gamma乘正比的直线 因此这个词汇 也沿用到了CRT的响应曲线上 从我们之前讨论的内容可以看出 gamma这个术语 在图像领域的运用 和数学中的gamma函数的概念 是显然不一样的 图像领域的gamma这个词的运用 非常广泛 除了代表密函数曲线 还可以代表对数或者两者的结合 所以很多相机拍摄的log式 使用的就是log 也就是对数曲线 很多时候也会被称为gamma曲线 而在HDR内容的讨论中 很多人也已经不再使用gamma 来称呼HDR中的传递函数了 随着CRT时代的落幕 液晶屏幕时代的开始 液晶显示器 LCD终于摆脱了EOTF非线性的问题 LCD的EOTF基本是线性的 也就是和相机传感器是一样的 理论上我们不必要再使用什么gamma曲线了 我们把输入的信息直接交给显示器显示 就应该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事实上 gamma校正至今依然应用在几乎所有设备和图像数据中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为了兼容以前的CRT设备 所以类似gamma 2.2这样的内容制作标准一直沿用 这样只要符合标准的内容都可以在所有的设备上播放 而另一个原因在当代可能显得更为重要 那就是gamma校正能使数字图像在有限的存储空间下 获得更好的观感表现 具体体现在像素色深不足的情况下 图像的色彩在问题会得到有效的缓解 而其背后的原理和我们人眼的非线性亮度感知有关 下面就让我们来更细节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心理物理学是专门研究如何定量感知的学科 研究这门学科的大量实验表明 人类的感知包括视觉听觉触觉等等几乎都是非线性的 比如在心理物理学家韦伯对重量感知的研究中发现 手持100克的物体时需要继续添加重量到105克时 才能感知到重量变化 而在手持2000克时则需要再增加100克才能感知到变化 各类研究还发现 人的许多感知都符合非线性的特征 心理物理学家斯基文斯就认为 人的许多感知其中包括亮度感知都符合密定律 这张图显示了主观感受的亮度和外界光线刺激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到 随着亮度不断增加 我们需要更多的刺激才能感受到和之前一样的强度变化 以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的话 在一个房间中打开一盏灯的亮度和打开两盏灯的亮度并不会差一倍 我们只会感受到开两盏灯比开一盏灯稍微亮了一点 总的来说 人的视觉感知不是绝对的 而是非线性的 而斯基文斯的密法则在除了极暗和极亮的情况外 都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值得重申的是 亮度感知是复杂的 人与人之间的感知有着个体差异 此外 具体的观察条件和观察方式也会影响观看者的亮度感知 如果我们使用客观的检测设备 比如测光器或者相机传感器 这些设备检测的亮度将会还原光线真实的能量强度关系 每一个单位的光子进入传感器 就会有一个单位的电子产生 所以相机传感器的亮度感知是线性的 而不像人的亮度感知那样是非线性的 如果人眼看到的是一个黑色到白色的均匀过渡的场景 那么相机所能感受到的将会是一个大部分为亮色的图像 虽然人眼和数码设备的亮度感知不一样 但是只要相机和LCD屏幕显示的亮度曲线一致 那么拍摄的数码文件用LCD屏幕观看 就应该不存在问题 就像除了兼容CRT设备的原因外 使用γ校正的另一个原因 则是为了在图像色深有限的情况下 更有效地利用存储空间 减少色彩在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没有使用γ校正的情况下 用5beats也就是32个色阶来记录数据的话 从暗到亮的界面图像看起来会如何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在暗部看到颜色断层 这便是因为我们的亮度感知与相机不同导致的 我们现在在以图表的方式来进一步剖析这个问题 从图上可以看出我们人的亮度感知为曲线 而相机记录的亮度信号为线性 比如我们人眼感知到50%左右的亮度时 可能相机只会感受到20%左右的亮度 如果我们用均分的方式来记录亮度信号的话 那么就会导致最终以人眼来看 暗部信息数据量要比亮部数据信息来得更少 在这个例子里的话 我们用了两成的空间记录了暗部 用八成的空间记录了亮部 这种不合理的结果 也和刚才我们看的演示图片相符合 显然这种存储方式是不合理的 一种解决方法是采用更高色深来记录图像 用数据量来解决问题 比如14bits的RAW格式有着16万的色深 足以弥补亮度信息记录不符合人眼感知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RAW格式记录下的颜色过度非常顺滑 而在不少影视特效或者3D工作流中 甚至会用到16bits或者32bits色深的文件 那么另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将原始数据 转换为更符合人眼亮度感知的数据 再进行层主 线性亮度的数据将会套用一种色调曲线来进行校正 而目前最主流的校正方法便是Gamma校正 非常巧合的是 我们人眼对亮度的感知和CRT的EOTF都是非线性的 并且呈现的密率关系比较接近 这使得我们沿用CRT时代的Gamma2.2时 也能正好使数码数据转变为更符合人眼亮度感知的数据 以最常见的相机拍摄JPEG格式照片为例 标准的JPEG会使用sRGB或AdobeRGB标准 这两个标准使用的是Gamma2.2 线性色调的图像在层属时会先使用Gamma2.2进行处理 这个过程称为Gammaencoding 使用的Gamma值叫图像文件Gamma 之后我们观看文件时将会使用Gamma2.2进行处理 以此来还原原有的线性Gamma 这个过程称为Gammadecoding 显示器使用的还原Gamma一般称之为Display Gamma 最终经过层层校正之后的最终Gamma值称为系统Gamma 也可以称作OTF光对光转换函数 如此一来使用Gamma校正就可以解决记录下的图像亮度 不符合我们人眼感知的问题 从而更好地利用数据空间 最终人眼接收的亮度和捕获场景亮度之间的关系 可以称之为系统Gamma 我们回到之前5beast的图像例子 这时候如果我们使用Gamma校正 那么使用同样的5beast的文件 可以记录下更加合理的亮度分布 当然一般拍摄的JPEG和视频使用的是8beast色深 配合Gamma校正 可以使得图片看起来几乎不存在颜色断层 Gamma的运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几乎所有我们能看到的数字图片和显示过程 都有Gamma校正的参与 现在一般的显示器 电视机在显示非HDR内容时 基本上默认都是使用Gamma2.2的标准 操作系统方面 Windows和2009年Mac OS X10.6后的系统 都默认采用了Gamma2.2 在此之前 Mac系统为了能更好的兼容商业打印机 默认使用的是1.8 可以看到 目前显示器 电视机 操作系统都以Gamma2.2 或者近似2.2作为默认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 上面所说的Gamma标准都是近似值 比如sRGB里的Gamma2.2 并非就是纯粹的密运算 而是做过一些调整 这主要是数学上为了避免出现无线或0的斜率 当然也有不少显示器 可以设置切换不同的Gamma值 并且也可以通过软件层面去改变Gamma的显示 之前我们提到 显示器和图片使用标准基本都是Gamma2.2 虽然这在存储文件时会有优势 但是却造成了计算图形内容上的问题 在像素颜色计算上 非线性的图片应该先减码Gamma后 再进行后续的计算 否则可能会出现颜色固度不自然 图像偏暗等等情况 相信不少熟悉3D渲染和游戏引擎的朋友 会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 这也是Gamma2.2标准盛行之后带来的问题 刚刚我们提到的图像标准中的SRGB和Adobe RGB 都采用了Gamma2.2的标准 而SDR视频中最常用的标准是RAC709 在RAC709发布时 本身是没有指定显示Gamma标准的 这也导致了视频制作时 RAC709的输出可以有多种选择 其具体对应的Gamma并不是完全固定的 除了Gamma2.2 我们在专业显示器或者视频编辑软件中 还会接触到诸如2.4、2.6等等Gamma 简单来说 这与制作视频的色彩管理和最终观众的观看环境有关 比如在答案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Gamma2.2、2.4 以及RAC709SIM等的选项 在为高清电视制定的标准BT1886中 RAC709与Gamma2.4绑定了起来 2.4也就在很多地方成了一般广播电视节目的标准 包括Netflix的校色环境也推荐使用2.4来作为校色环境标准 同时2.4的Gamma值也和CRT2.5的EOTF相近 而2.6则是作为院线电影的标准 我们一般制作视频会接触的比较少 使用这么多种类的Gamma的原因 主要还是和之前提到的对比效应和Crisping的效应相关 我们考虑环境对观看亮度的影响时 不能只考虑到屏幕内的内容 屏幕外的内容对色彩感知也是有影响的 如同一个视频 在昏暗的卧室看使用Gamma2.4 而在没亮的房间 更适合使用画面更亮的Gamma2.2 而在电影院这种背景无光的环境 则更适合使用Gamma2.6 这几个视频虽然采用了不一样的Gamma输出 但是在各自的环境中的主观观看感受 基本是一致的 可以看出 Gamma校正的另一个作用 便是调控最终的系统Gamma 使得观看者在不同环境下 看到的主观画面对比都一致 面对这么多的Gamma标准 我们在制作SDR视频时 又该怎么选择呢 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和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从不严谨的角度讲 通常我们制作网络上传播的SDR视频 使用Gamma2.2 2.4作为标准 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毕竟这两种Gamma在画面上的区别并不是很大 关于这方面的更多的内容 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继续探讨 总之 为了获得同样的视觉对比度感知 暗光环境下 视频Gamma应该设置更暗 亮光环境下 反之需要更亮 随着时代发展 传统SDR中使用的Gamma校正方式 也显现出了弊端 现在网络内容成为了最主流的视频传播渠道之一 更重要的是 用户也用着不同的设备 在不同的环境下观看内容 每个显示设备的屏幕亮度和对比度也不一样 而像SDR视频标准中那样 使用一个固定的系统Gamma值 来决定最终用户屏幕显示的内容 肯定是不合适的了 原因在于 SDR标准中 屏幕最大亮度为100尼特 但是现在的显示设备 亮度基本都能远超这个数值 而屏幕的最大亮度 也能影响到最佳的系统Gamma 在BBC的WHP309白皮书中 这种测试 不同对比度的显示器 将需要通过不同的系统Gamma来校正 才能看到主观感受相同的画面 因此理想的情况是 应该先把亮度信息转换为线性的数据 再交由每个显示器 单独判断视频的Gamma校正方式 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 每个用户的中端显示设备 可以了解观看者的环境 再根据影片的原数据 和自身设备的亮度性能 去改变最终提供给用户的系统Gamma 然而SDR中的系统Gamma 更多的是由制作端控制 而不是显示端 为了解决不同设备的亮度 和对比度差异带来的问题 HDR主流的两大标准 PQ和HLG 就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般的SDR的Gamma 不在乎显示器本身的亮度能力 统一使用一种显示Gamma 而PQ与HLG的EOTF 将会随着显示器的峰值亮度而调整 PQ采用了绝对亮度的方法 而HLG采用了相对亮度的方法 在暗部使用了Gamma曲线 在亮部使用了Log曲线 这使得HLG在低亮度显示器 特别是SDR显示器的表现 比PQ标准更加自然 更多关于HDR方面的内容 因为较为复杂 我们还是以后有机会再来讨论吧 Gamma校正和各种标准是非常复杂的 这期视频也只是粗略地和大家探讨了一小部分内容 Gamma校正的概念 现在已经深度融入了数字图像的拍摄 制作和显示中 Gamma校正流程带来了数据存储优势的同时 也同时提供了一种方法 可以通过调整最终系统Gamma 去弥补背景照明 给屏幕内容带来的感知变化 但是Gamma校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毕竟每个画面在不同的观看条件 不同的屏幕 通过不同的人 都会有不一样的最佳Gamma值 环境对人主观对比度感受造成的影响 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Gamma校正能解决的 但可以看出 新时代的HDR技术 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 除了标准的制定以外 显示设备厂商 也将在同步创作者的意图 和观看者的体验上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之后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把这个话题延伸下去 谈谈相机的动态范围和落口格式 那么本期黑造影迹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节目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